HELLO 求生者們大家好 今天要講的也是靈敏度 別忘了我們上次只學了兩個部分喔 3 開火鏡頭靈敏度 當你使用背鏡開鏡射擊時壓槍壓不下來 那你就可以把靈敏度調高 這樣壓槍的速度就會變快 相反的如果壓過了頭 那靈敏度就必須調低 4 陀螺椅靈敏度 如果你的手機帶有陀螺椅功能 就可以在基礎設定中開啟陀螺椅 陀螺椅可以感應任何方向的轉角 透過晃動手機來移動視角 用來預描、壓槍、打狙擊 都是很好用的喔 以上4種靈敏度你都了解了嗎? 趕快去調配自己專屬的靈敏度吧 我是漢堡我們下期見 掰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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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算了解喔 低氣 螺椅子